远熊集团董事长赵滕雄涉及了多起的合宜宅弊案 在一省被判刑四年半 不过赵滕雄始终都否认有行贿 但是就在昨天赵滕雄竟然大翻供 就连一省获办无罪的新竹圈改案 也都一并认罪坦承行贿 远熊集团董事长赵滕雄被控行贿前桃源县副县长叶世文 一省被判刑四年半 但他始终喊冤 不过就在高院下周五定念宣判之前 赵滕雄突然地壮要求再开辩论庭 昨天竟然当庭大逆转全部认罪 除了原本一省认定赵滕雄有罪的巴德林口合一寨的弊案之外 就连一省判他无罪的新竹圈改案 赵滕雄也改口认罪 另外还指证检方起诉他所设计的这三起的案件的犯罪时间 并且坚称林口A7案给了五百万 不是检方起诉的四百万 可以说是认罪的非常的彻底 而至于翻公认罪 是否想要借此换举认罪协商 赵滕雄不出法庭的时候 只回答谢谢 不愿回应 而法官已经决定下周一再开庭 厘清赵滕雄认罪事实部分的细节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